天主,我想祢不求,祢必应允我,求祢扯儿抚听,抚听我的诉说,求祢保护我,犹如眼中的童人,让我长生在祢的意义下。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为祢们同在,愿与祢的心灵同在。 在今天的读经的开始,圣报录提到罗马人的本性的软弱。 早期教会的教父们,他们发现,其实圣报录对罗马人的态度不会太严格,不会要求太多。 因为圣报录他很了解罗马人,他们过去的生活,以前他们不认识天主,也本来是他们肢体,他们肉体欲望的奴隶。 所以圣报录说,你们现在要做天主的努力,为天主服务,就像以前你们为邪恶而服务。 如果我们还是有时候是邪恶而服务,我们现在求天主宽恕我们。 基督你封密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愿前来的天主垂怜我们,圣灵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前来永生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能爽快地服从你的旨意, 为了你的光荣,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宝录宗土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因为你们本性的软弱,我就按常情来说, 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 献给不洁和不法,行不法的事。 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献给正义, 行圣善的事。 你们做罪恶的奴隶时,不受正义的束缚, 当时你们得了什么效果呢? 那些事,只能使你们现在感到羞耻, 因为结局就是死亡。 现在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 做了天主的仆仪, 所得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 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恶的代价是死亡, 天主的恩赐,却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的永生。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不随从恶人的计谋, 不与罪人同路, 不与讥讽者为无的人, 真是有福。 他喜爱上主的诫命, 昼夜默想他的法令。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他好像种在西畔的树木, 按时结果, 枝叶长青, 所作所为, 顺利成功。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恶人并不如此, 他们好像被风吹散的康比, 因为上主赏赐亿人, 邪恶的人必趋沉沦。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 真是有福。 我把一切看作损失, 视为粪土, 以便获得基督, 并生活在他内。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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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卓与你们同在, 与你来心灵同在, 攻夺上路亚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来是要把火投在地上, 我多么期望它燃烧起来, 我有应受的洗礼, 我是如何焦急地期待 这事的完成。 你们以为我来是要给地上送和平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我是来送分裂。 从今以后, 一家五口将要分裂, 三个反对两个, 两个反对三个, 他们将要分裂, 父亲反对儿子, 儿子反对父亲, 母亲反对女儿, 女儿反对母亲, 婆母反对儿媳, 儿媳反对婆母。 圣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赞美你。 耶稣常常会让我很惊讶, 今天也是这样。 那让我很惊讶的部分在哪里呢? 就是今天的福音后面的部分。 耶稣很清楚地讲, 那个家庭有五个人, 然后那个家庭里面, 谁反对谁, 谁跟谁有冲突。 耶稣讲得非常清楚, 父亲反对儿子, 儿子反对父亲等等。 所以我在想, 需要这样讲吗? 需要讲那么多吗?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说, 那个家庭有问题, 就好了。 还要讲那么清楚, 有点丢脸。 其实, 今天耶稣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如果我们自己有问题, 那也需要讲清楚是怎么样的问题。 不要只说我是软弱的人, 我是罪人, 天主知道了, 阿们。 这个是教会的智慧, 给我们一个很解决, 解决我们问题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和好盛事。 我们告诫的时候, 就是要讲清楚, 我做了什么? 坏事。 如果讲清楚, 勇敢地说出很具体的问题, 魔鬼也会远离我们。 所以希望我们每天, 比如说晚上, 祈祷, 也要好好的放行, 做行查。 很具体的, 不要只说我今天很开心, 或是今天很难过, 好了, 不够。 我们的生活就是, 就是很具体的事情发生, 我们得罪的人也是很具体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 只有一些, 那我们也要知道, 要勇敢地面对事实, 希望天主会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好好的放行, 我们自己的生活, 希望天主也会帮助我们, 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世界 toilets, 我们好, 我们在 Hung Indigenous DiegoMystuerdo lays ores spends聽, 我们算宅ota der那一期, 你们要求你 Γ Room, 在你的生活, 其实, 我们执行, 在柔寺心中的, 可以挺多的 debt, 我们今天特别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取好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与你慎重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众生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下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上伐圣母玛利亚及主圣人圣灵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主请你的宠爱沐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实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体验恩人 实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奔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祀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超健及民大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祢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是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啊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 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祂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压 愿祢的国安寅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十两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让我们今天记得做醒茶 感谢天主也求祢 愿祢求祢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祂心灵同在 愿祢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教师应地走 拐转眼就不知去想 何必为生命忧伤 心中有如亮光 重新得到力量 信赖耶稣 心中就有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